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卖出手上的币 然后再观望局势相关 美国FED的深息决策会议叫做FOMC 将会在美国时间9月20号和21号这两天举行 然后将会在香港时间22号的凌晨2点中公布加息的决策 由于上一个星期所公布的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超出了预期 令到普遍的风险投资市场都是普遍的下跌 因为市场预期FED为了抑制通胀 这一次仍然会非常激进的加息 根据CME FedWatch预测数据显示 FED在9月份深息75个点子将基本利率提升到3% 或者3.25%的几率是大大上升到了82% 而深息100个点子的几率现在也是有18%的 另外升息50个点子的几率现在几乎是0 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则消息 前两天我已经跟大家报导过了 韩国的检方已经正式向Terra的创办人 Do Kwon以及其他7名的相关人士正式发出逮捕令 当时韩国的检方得知Do Kwon等人是处于新加坡境内 而且这个新加坡的警方也曾表示在执法范围之内会协助韩国警方 然而这事隔了两天的时间 这个新加坡的警方现在已经证实 Do Kwon等人现在已经不在新加坡境内了 那现在他们的行踪是已经沉迷 这恐怕已经构成他们是在逃亡的一个事实了 然而就针对两天前这个韩国检方的逮捕令 Do Kwon在9月18号的时候 还在他个人的Twitter上声称他自己并没有在逃亡 他还说任何政府相关有兴趣互相沟通的组织 他们都是有诚意完全跟他们合作的 他们会全盘的拖出不会有任何的隐瞒 对于以上Do Kwon的这个说法 韩国检察官就表示 其实早在7月份的时候 他们当时就已经警告Do Kwon禁止离境 然而Do Kwon是为了要避免调查 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解散掉了韩国的分公司 随后他就飞往了新加坡 而且Do Kwon也没有配合接受任何的调查 反而是在8月份的时候 Do Kwon通过律师告诉检方 他没有意向出庭去接受任何检方的询问 而且现在Do Kwon又已经下落不明 这很明显就是在逃亡 所以现在最新的消息传出 韩国的检方已经要求国际刑警组织 对Do Kwon发出红色通缉令 那这样看来的话 这个Do Kwon是不是从一开始到现在 就已经是一个说谎的惯犯了呢 那看来只有等到他真的被捉拿归案之后 一切才能够真相大白 而红色通缉令的这一个消息呢 对这个LUNA以及LUNC的币价的影响呢 倒不是太大哦 可能现在这个投资者呢 对Do Kwon的相关消息已经是顿话了 好那今天新闻部分呢就分享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24小时之内币价的变化 BTC在24小时之内是上升了3.8% 限价报19465.45美元 ETH是上升了4.7% 限价报1365.34美元 前20大加密货币当中呢 今天基本没有下跌的 而上升最多的是XRP 上升了8.2% 限价报0.376741美元 好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或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